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超家居 我平時化妝就是戴著頭褲 先穿著家裏衣服 之後再換衣服 我現在先戴抗衣服 我最近很喜歡戴這盒 Select Fairy的抗衣服 戴完後我發現今天還沒塗防曬 所以我要先塗防曬 雖然我還是一個比較黑的人 但其實我臉已經白白很多 臉和手相差很遠 所以其實我臉已經慢慢變回正常 沒有我身體那麼恐怖的黑 我一樣都是用TOOFACE的PRIMER 做打底的 這支PRIMER我真的說了很多次 不想再說 太好用 超級好用 我覺得我開始有點豁出去 不介意大家看我的素顏 因為醜婦終須見家用 其實大家之後也有很多機會看我的素顏 不贊在了 我也覺得 不過我也有些東西想跟大家說聲 你們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空 還有其實我這邊很大 就是我之前一段日子 是我的皮膚出現了一個問題 我那些類固醇反彈的反應就上了臉 其實是3至6月這段時間 是爛了 大家看片可能不覺得 因為我遮得很好 平時用頭髮遮住你們看不到 但其實是有發生過的 好啦 那PRIMER設定完了 那我今天也會用WAT&WOW這一套掃 去化我的臉妝 那一開始我也是用了遮瑕膏 我通常都是上了遮瑕 才會去用粉底的 而且我會遮遮一下臉 這邊就有它 我通常都沒有遮瑕的 那我就用這支 concealer掃 我先把眼部掃開 我會掃開一些concealer的 然後就會用 真的最近用了很多 我已經用了這麼多 這支粉底 這支DIOR BEST STAGE 我是每天都用的 這個夏天 它實在是太好用了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試一下 這樣點開完之後 就可以掃開粉 那我就會用一個蘋果的掃 這樣就去掃開它 這個粉底真的很薄 所以就算這個掃比較鬆 都很容易推開 不會說有粉痕 而且你看到我都沒有用鏡 所以太好推了 不過這支掃的毛質 你不要預計它可以去到那些 二三百元一支的掃 因為它始終是八元 最貴的掃好像都是二十四元 還是三十元 這樣 實在太便宜了 它比淘寶的掃還便宜 所以我覺得都蠻好 蠻適用 特別是它很漂亮 它是粉紅色和白色 之後我會用ARITIME的這支提亮筆 因為我最近都真的很累 那個眼袋呢 好像開始掉了 不知道谷底 這樣 所以我都會提亮 用剛才的遮瑕掃 這樣掃開它 然後我會用一點碎粉 其實用DIOR這個粉底 我就不會說用很多碎粉 通常我都是放在眼底的位置 因為這個粉底是很清爽的 它是不需要放碎粉 我是喜歡用這些扁平的掃去上眼底的碎粉 我不是因為這一套掃耳 特地用這一支 其實我平時用那支都是這樣扁平狀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個人的習慣 因為這些位置要設定一點 用太鬆的那些很容易很快就推鬆了 所以我沒有這麼喜歡 然後就畫眉 之後就鼻影 我沒有試過用我自己的鼻影掃耳外的掃耳 所以很緊張 好像比較自然 因為有一陣子 也有些觀眾說我的鼻影打得太厲害 好像是那支掃耳 可能太髒 但是我又每天都要打鼻影 所以那支掃耳比較難 經常洗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會重修 現在有多幾支掃耳 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眼影方面 我今天想自然一點 隨便發個大地色就算了 所以也出動了我最想用的眼尾 眼影 然後就畫眼 再找一個比較深色的眼影 去混合眼線 然後打亮眼睛 一個眼妝就完成了 然後我用Tarte的這個胭脂 它是超漂亮的 看到嗎 裡面的星星是會到處移動的 但是這個胭脂是一個神奇的胭脂 因為我在手上試色 是從來都看不到這支顏色的 它是超淡的 然後我就在想 糟了 上面也應該沒有顏色 那又不是的 其實它上面顏色是挺漂亮的 它這個顏色是一種粉紫霉紅色的 但是又不會很鮮明的那種 就是兩層已經好像太多了 然後之後 它是一點都不飛粉 而且很實 這個胭脂是挺有氣色的一個胭脂 我自己覺得 所以 無論包裝或者它裡面的顏色 都很漂亮 除了在手上試色的時候 在模式之外 我覺得很搞笑 這件事 我今天想試一下用這些 線線掃 我比較少用這些掃上highlight 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好漂亮 我覺得它 這個backer highlight 每一次用都要讚嘆它的效果 真的很重要 我平時化妝就完成了 不過最近 因為 始終都是臉和身 比較兩層顏色 我就會加少少這個shading 但其實我臉本身 就 不是很大的 或者 我不是很喜歡一種 很lip的面型 我自己是 蠻喜歡包包面的 所以其實我平時是不會加shading 但最近因為兩層顏色太厲害了 那我就 去加這個shading 總括這套掃我覺得其實都蠻好用的 因為其實它們很滑 以這個價錢是完全沒有刺面的 我覺得是非常印象 還有我用了這麼多些掃 它們都沒有脫過毛 但有個缺點就是 其實它們的毛比較鬆散 大部分 都不是全部今天用的掃 毛都是鬆的 沒有一枝是比較紮實的掃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但其實它們真的很便宜 有些是8塊 有些是10塊 16塊 22塊 24塊 一枝 真的一點都不貴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化妝 或者學生 不會有這麼多預算 好像平時我買掃 200塊一枝 這樣的話 這個質素就真的很對得住它的價錢 那滑完這個嘴之後 我今天的妝就真的化好了 那我就現在準備一下出門口 然後一會兒可能跟大家說一下 我星期六究竟平時會做些什麼 那星期六通常會做些什麼 就是會去買菜 然後煮飯 因為星期六我男朋友的家人 就不是在家吃飯的 所以就只有我們兩個吃飯 那現在就和Chopper 一起去買菜 其實這件事是超級街坊 我們星期六是真的沒什麼做 所以有時候你們叫我拍vlog 我也不知道可以拍什麼給大家 所以今天就讓大家陪我們過一個這麼平凡的一天 Chopper去坐車了 我朋友找你 我們來到這個街市 超貼地 我這次的vlog 然後就買菜 我們買完菜 今天就買了一條魚 然後買了一些雞翼 然後拿回來醃 然後有豆腐 做這個南乳雞翼 還有生菜 其實我們兩個吃就很簡單 那 對了 晚一點就煮飯 好了 我終於煮飯了 這碟是Chopper的 是綠肉 然後 其實很普通的 三送一湯 我不是那些可以煮得很漂亮的西餐的人 都是很家常的一餐 我們一個無聊的星期六 就這樣結束了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嘿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